金盐 大家好,今天我买了10包鱼饲料 我放在这里 现在我们的鱼长大了好多 现在一天要吃蛮多的 然后我们之前算了一下 要把这八千条草鱼 还有大头鱼 还有香剂 这三种鱼 加在一起一万条左右 要把这些鱼养大的话 鲨鱼要花六到七万块钱 现在去鱼塘那边看一下 最近鲨鱼猛长 草鱼的出唐价猛爹 我真怕到年底的时候 帮饲料厂打工 现在草鱼 草鱼的出唐价高的时候 像今年四五月份 高的时候 接近十块钱一斤 这可以说是历史的高位 然后现在 我前两天听别人说 草鱼的出唐价现在七一块左右 跌了将近两三块钱 对于养鱼的人来说 这一斤跌个别说两块钱 跌了一块钱就不得了 有些人家一个鱼塘里面 养的多的一个鱼塘里面 十几万条都有 一条鱼三斤 一块钱 一斤跌一块钱 一条草鱼就跌了三块钱 假如人家养了十万条 那不得了 几十万块钱 好多鱼 看到了吗 看到了 鱼多不 多是吧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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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这边好不好 好 鱼 爸爸这边好不好 下次下次还来不来 来不来 来是吧 看着爸爸说来 来 大声点 来 看着爸爸说 来 看着爸爸说 来 看着爸爸 来 来 来 回家了 好晒呀 快回家 家里面也有鱼 家里面也有鱼 快回家 你赶紧赶紧赶紧把他带回家 好热现在 那个蝴蝶 这个树要移掉 移掉移掉 挡住了我的桃花道的路 慢慢走啊 拜拜 跟爸爸说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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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个大鱼堂看一下 这个大鱼堂是专门吃饲料的 这个天气闷热闷热 马上要下雨 乌云密布 然后一下雨 就是狂风暴雨 这边放的水 这个水已经退了将近有一米五 然后我们到鱼堂周围转转 这个鱼堂里面草鱼差不多八千条左右 加上大头鱼相近差不多里面一万条 看一下年底能不能长到三斤 看一下还有多少鲨鱼在里面 空了 没有鲜鱼了 我要去搞两包鲜鱼过来 我还以为里面有鲜鱼呢 哇操 下雨了 还没到家 就开始下雨了 幸好电动车上面有这个雨 然后在别人家这个屋檐下 地下雨 现在下的还不是特别大 赶紧走 这雨又下这么大 这雨又下这么大 太好了